第3534集 薛妻扶针冲了下去 迎面要装在一团棉絮状的邪物中间 正要侧身闪比 只见一道紫光从后面射了过来 那些邪物被仔细撞倒 顶可见就被打成了积分 是七姓龙泉剑 薛妻总算是看清了 叶少阳自己不能下来 把他的七姓龙泉剑做法制了出去 他在宝剑上灌注了强大的法力 加上宝剑自身的恐怖灵力 如同插入废水中的烧烘的铁棍一般 硬是从一堆阴水和生灵之中 生生地打开了一条通道 薛妻也很聪明 跟在七姓龙泉剑的后面一路的前行 转眼之间就过了几十米 七姓龙泉剑的灵力也差不多耗尽了 叶少阳不敢再让他下去 作法召唤他回来 免得真的灵气耗尽就回不来了 自己还得下去捡 这把剑可是他的命根子 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看你的了 叶少阳冲着薛妻的背影大声喊着 但是水中的阻力太大 薛妻听不见 薛妻在七姓龙泉剑回去的一瞬间 奋了一跃 从最后几个半死不虎的西物身边冲了过去 往下看去 这水域依然没有底 不过看到了一幅奇景 从下方不远处 所有的水都在朝着一个方向流淌着 能看到大概四五十度的斜坡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形状 水库里的水载不断地流进去 然后从漏洞的四周流出来 只不过流进去的水是清的 出来的却是黑水 看到这一幕 薛妻有点明白了 这阴水河是如何一点点的蚕食这片人间水域的了 这里就是空间裂缝的所在 有很多邪物正从漏洞的中间随着水流一起冲出来 不过由于这里的水流速度太快 这些邪物刚冲出来就被冲了上去 就算发现自己想要进攻也是来不及的 虽然这是好事 但是强大的水流冲击力让雪崎也几乎斩不住了 更不要说下去了 只有从旁边顺着水库被吸进去的水流下去 不过如果被吸进去 那八成就是到了鬼域的阴水河了吧 估计出去是阴水河深处 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下去 八成分分钟就会被深水中的恶灵给撕碎掉 所以必须要小心一点 雪崎努力地游出水流冲击的范围 到了最边缘一带 本来需要用力抵挡地向上的水流 立刻变得急转而下 这几十米距离转瞬即过 他差一点没能停住 而被直接吸进漏斗里面去 好不容易稳住了身形 雪崎摸出了叶少阳给的阴阳镜 想这样只要丢下去就可以了吧 阴阳镜从他的手中出去 瞬间就被水流带走了 眼看着即将坠入漏斗 那阴阳镜上的符纹感知到了环境的变化 突然被激活了 整个变得金光闪闪 朝着漏洞飞了过去 最后悬停在了漏斗的上方 释放出了一道道 万万区区的金色能量 朝着四周不断地延伸 看上去就像一颗巨大的植物的根系 这就是风印之力 风印形成的过程中 雪崎感到了身边的水流的力量 不管是进入漏斗的还是出来的水流 力量都小了许多 雪崎尝出了一口气 体会到了一种 总算赶成一件大事的这种成就感 转头望去 叶少阳悬停在几十米外的地方 双手正在结音做法 大概是在加持着风印 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不生产法阵 他只是力量的搬运者 真正为风印提供源源不断力量的 是上面岸上的几百个法师 叶少阳只是控阵者 通过阴阳镜这件神器 将整个法阵的力量集中起来 完成对裂缝的风印 阴阳镜不断地旋转 释放出那一道道树根形状的能量 在不断地加粗并且蔓延 水流的运动已经小到忽略不及了 雪漆悬停在水中 近距离地观察风印地完成 心中冷不防地冒出一个念头 这也太顺利了吧 好吧 希望更加顺利一点 然而老天好像就是为了跟他对着干 就在他这个念头刚冒出来的同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就发生了 从漏斗的最下面突然伸出一只液体组成的大手的形状 将那阴阳镜抓在了手中 风印的力量一下子就被打断了 叶绍阳打惊了 不顾一切地游了下去 不过随着风印之力被打断 裂缝的运转也恢复了 强大的洪流一下子就冲了过来 虽然没能将叶绍阳卷走 但也挡住了他前进的势头 这毕竟这里是水 作为一个人类 他的行动力也是大受影响 经过这么一次反复 他也总算是看清了眼前的变故 抓住阴阳镜的是一个四条腿的生灵 长得很像是一只大蛤蟆 浑身都是疙瘩 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最特别的是 组成的全身的是流制的液体 橙黄色的如同岩浆 在被阴阳镜的灵力不断地消耗之下 液体也在被蒸发 但是它的身体像是能够无限补充能量 灼热的液体也在不断地消耗着阴阳镜 这可不是一般的邪物 否则早就被阴阳镜给秒成渣了 叶绍阳目测他的实力至少的准一流 甚至一流 同一时间 岸上那些法师都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水面狂浪跌气朝着岸边冲了过去 王小宝用大喇叭喊话 让各族腾出一部分人力 做法筑起结界 抵抗着恶浪 虽然最终做到了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些站在最前面的被卷到了水中 附近的人赶紧搭救 还是有几个没能救上来 狂浪不断地拍打着结界 掀起了几米高的巨浪 即便是站在远处山顶上 观察这边的几名探员 也看得一清二楚 此刻一个个都是目瞪口袋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也不是我们生活的那个世界吗 一个探员喃喃自语 说一下 离那个蝉除怪物最近的血旗先冲了上去 直接撞断了怪物的手臂 阴阳镜的灵力将附着在上面的岩浆消耗之后 再次恢复了封印的状态 跟一样的能量轨迹 重新闪亮了起来 绕着缝隙的四周继续蔓延 但这只是暂时的 在血旗的身后 那只岩浆蝉除再次长出了被它斩断的那只手 再度冲了过来 感谢观看